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夏天虽然说是吃海鲜的好季节 但总是这么一说 真吃起来就感觉每一口都是钱的味道 国内大部分地区海鲜都比较昂贵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你知道吗 世界上还有这么一块净土 到这里吃海鲜的话 当地人不仅不收钱 说不定还会帮你捞几只大龙虾 这里就是库克群岛 估计很多小伙伴都没听过这么个地方 主要原因还是这里地方狭小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可供发展的区域 当地人还是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 而且由于条件限制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也不太理想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如果到这里旅游的话 吃的海鲜完全靠自己钓 不收任何费用 这个四面环海的小国家 因为当地水域气候温和 各类水产非常丰富 所以海鲜对当地人来说 就像中国的米饭一样常见 有客想捞多少就能捞多少 前提是能吃得完 因为几乎每天都能吃上海鲜 所以当地人对这种食物 并没有什么需求 唯一比较挑剔的地方 就是不爱吃带壳的海鲜 像什么大龙虾扇贝之类的 所以到这里旅游的游客 可以尽情的一饱口福了 除了海鲜之外 库克群岛的海岛风光 也是数一数二的 虽然没有像样的海景房和商业沙滩 但在这样充满原始气息的小岛上 架起烤炉 开一场烤鱼派对 是不是想想都很有意思呢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软发 评论点赞哦